男人浑身溃烂 每天都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但他却娶了地球上最漂亮的老婆 手底下更是拥有着一群愿意为他赴死的疯狂战士 不仅如此 他还是难民们的救世主 因为他掌握着地球上最后的水资源 只要他一声令下 所有人都会为之变得疯狂 他就是人称不死王老乔 在遥远的未来 地球因为战争污染导致资源严重匮乏 人类的身体也因此发生了异变 他们要靠输正常人的血来维持生命 而老乔的孩子也是如此 他们一个脑子有问题 一个身材有问题 为了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 老乔把地球上仅剩的美女都娶了回来 与此同时 老乔占据着绝对的绿色要塞 因此他建立了自己的军事政权 从小就对手下的人进行洗脑 长大后每个战士都觉得 为不死乔的统治战死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但这一天 老乔手下的一个战士 竟然带着他老婆们跑路了 为了能让帝国正常运转 老乔让手下最信任的大将狂怒基 带着一车牛乳去其他要塞换取石油 不料狂怒基竟然中途改换了路线 老乔见状 马上打开老婆们的房间 结果里面空空如也 地上只剩下一则嘲讽的留言 这下老乔彻底怒了 他下令召集所有军队围捕狂怒基 接到任务 手下的所有战士瞬间疯狂了起来 因为战争就是他们的荣耀 为了能够出征 虚弱的战士甚至戴上自己的人形血带 驾驶着战车驶向战场 率先出现的刺猬车队 很快就追上了他们 他们准备利用自己的优势 破坏狂怒基车队的轮胎 手下箭状立马反击 在火箭炮的作用下 刺猬车立马站着归进 尽管如此 越来越多的刺猬车紧碎其后 后排的战士刚准备攻击 却被追兵用弓箭射穿身体 紧接着令人疯狂的一幕发生了 那个士兵直接站起身 然后用银漆喷满嘴巴 这是他们赴死前的仪式 眼看着身后的追兵越来越多 老乔带领的军队也马上追了上来 前方突然出现了超巨型的沙尘暴 为了甩开老乔的追击 狂怒基戴上眼镜加满油门 准备放手一搏 沙漠里一个男人从沙土中站立起来 他顺着脖子上的锁链找到一辆报废的战车 锁链的另外一端连接在一个战士的手臂上 他想打开锁链 可是尽管学出全身的力气也无济于事 男人捡起地上的枪 准备对着手臂来上一枪 可是枪已经报废了 于是背起昏迷不醒的战士 在不远处发现一辆运输车 男人名叫麦克斯 不久前他被地球上最彪悍的男人不死乔抓住 由于血型特殊 他被不死乔关在笼子里 充当手下战士的人体血带 他尝试过逃跑 可每次都被抓了回来 麦克斯慢慢向运输车靠近 几个漂亮的女人正站在那里 原来他们就是不死乔的老婆们 就在刚刚一个叫狂怒鸡的战士 带着这几个女人 在一场巨型擦身暴中 甩开了老乔的车队 他们的目的是继续往北 寻找可以生存的绿洲 听到这麦克斯准备和他们一同牵挖 他们开车来到一处峡谷 不料却被山谷里的飞车党团团包围 好在两人的战力双双再现 在一番默契的配合下 成功击退了他们 老乔和他的傻儿子也追了上来 老乔见准时机 准备干掉叛徒狂怒鸡 不料一个怀孕的老婆突然打开车门 此时战车的前方出现了巨石 好在女人成功躲开 可就在女人准备爬回车厢时 双脚一滑直接摔了下去 老乔为了躲避 直接侧翻了自己的车子 在医生的治疗下 大人和孩子都没保住 老乔大怒 下令让追兵继续追击 晚上他们的车子被困在一处沼泽地 后方车辆的炮火不断朝他们袭来 他们的子弹也锁剩不多 为了拖住后方来袭的车辆 麦克斯准备孤身前去阻拦 战士小白也帮助他们 成功将车辆从沼泽地里拉了出来 回一会儿远处就传来一声轰鸣的爆炸 浓浓的烟雾中冲出一个人影 为了确保安全 狂怒基不自觉地举起了手里的枪 为了寻找曾经生活过的绿洲 狂怒基带着一行人在沙漠里行驶了三天三夜 这一天他们在沙漠中 偶遇到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 麦克斯一眼就看穿那是一个陷阱 可是狂怒基却不以为然 这种手段他太熟悉了 因为那原本就是自己的族人 二十年前 狂怒基和母亲被不死老乔从这里抓走 很快族人们也认出了他 此时族人们告诉他 曾经的绿洲早已不复存在 战争让土地开始酸化 水源也受到了严重污染 而曾经的女儿国 现在也只剩下眼前的这些老家伙们 他们路过的那片有着奇异生物的沼泽地 就是曾经的绿洲 听到这儿 狂怒基卸下浑身的装备 跪在地上悲痛不已 因为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这次逃亡上面 现在绿洲消失了 他们只有继续前行 寻找新的绿洲 可是地球这么大 又如何辨别哪里还存在生机 这里过去再骑行160天都还会是沙漠 因为麦克斯就是从那里过来的 所以他建议重新杀回老乔的要塞 因为那里不但有丰厚的水资源 还可以种出绿色的植物 同时老乔为了这次围捕 出动了要塞的全部兵力 别看这些老太太已经上了年纪 战场上他们的经验真的不是吹的 很快追击的车辆就被干掉了大半 狂怒基也趁乱爬上了老乔的车 用锁链卡住他的方向盘 就这样 不死老乔的神话结束了 他们爬上老乔的战车 而小白则留在后面拖延追击的军队 傻儿子健壮掀起车盖 准备和小白骨归于尽 在经过峡谷时 小白极大方向盘侧翻了车辆 巨大的爆炸割断了后面追击的人 刚刚的激战中 狂怒基也身负重伤 此刻麦克斯再次发挥自己血带的优势 当他们回到要塞时 麦克斯告诉众人 从此旧的时代已经过去 黄怒基为大家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水拔 在那一瞬间 所有人都为之欢呼 而麦克斯也消失在人群之中 接下来他要去追寻新的自由 故事到此结束